好,星期四講鬼故,非常開心地在今日的時間收到有聽眾 聽眾已經發給你了? 他故意發訊息給我,即是私人發訊息給我,即是朋友來的 他再發訊息給我,說我分享工作上的故事給你聽 他有兩個,第一個是傳聞,不能夠證實,我不知道是因為他沒有駕開路線 關於路面上的 他是一個巴士司機,他說在業內,在行內,通常說開尾班車的車長有數人頭的習慣 即是上車的時候,有數人頭的,因為他很怕去到總站的時候 他們要關車的,即是關了一輛車,就要鎖車走人 但不會數人頭的? 有數人頭很煩喔,即是你上車的人頭,你中間會有上有落的 所以他就要數,因為尾班車不算是有很多人的 所以他就說要數清楚,有一點點的習慣 他就確保不會留下任何乘客在車上 但在同事之間,口耳相傳,他是一個溫馨提示 只要尾班車是經過大埔公路和屯門公路 千萬不要做這個動作 司機不要做這個動作? 對,不需要也不要做 他說為什麼呢? 就是點人頭的人 他說有師兄試過,在車經過大埔公路的時候 數人數,大約有12個人上車 誰知道下車的時候,有10個人 即是只有10個人下車 即是還有兩個人還沒下車 於是他就去巡遊,去看 但車裡面是沒有人的 憑空消失了 你開門關門那些,他控制到 他知道究竟何時有人下車 何時有人上車 所以你都不希望這些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唯有是當自己記錯 可能數少兩個下車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江湖傳聞 即是說尾班車就不要做這個動作 就是點人頭這個動作 不要點人頭 其他路線都會繼續做 始終都是一個安全的理由 希望齊人就可以下班 另外一個是說 發生在今年的農曆 7月16日 即是7月14日之後的兩天 他就說他開完工 尾班車,回到家 大約是凌晨2點半左右 在電梯大堂那裡 一個人等升降機 進升降機的時候 他就遇上按了他的樓層 按了18樓 當這個升降機運作的時候 只有他一個人 他只是站在正中間 很正常 要不你站在旁邊 要不你站在正中間 你都不會故意退到很後 因為你知道 不會有人再上來 所以你都是站在按鈕隔離 或者站在正中間 那就OK了 怎知道 走到三、四樓的時間 突然之間 十二樓那層的升降機 開啟了 有人按開啟了 但就沒有說 實際上有人按了啟的 開啟了 就是在升降機裡面 看到十二的號碼 開啟了 對 突然之間開啟了 只有他一個人 哇 這樣有點怕 你不是在十二樓突然停 就是說 十二樓停了 開門沒有人 你也可以 在外面按升降機 可能之前按低了 或者有人按了 但是回到你 在升降機裡面 突然間自己開啟了 就會有點怕 不要緊 我也當他失靈 但他就有解釋 他就說會不會是我自己手誤呢 然後他就說其實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是手誤的問題 他說十六樓 不是十八樓 還有十二樓的那個距離 是不可能 即是你會按錯的 即不是樓上樓下 是你不可能會按錯的一個按錯 你按錯那一刻應該會知道的 距離甚遠 他就心之不妙 他就不理了 站在正中央原本的位置 原本正中央的位置 是否慢慢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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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正角落擋得很危險 死角位 讓開啦 總之就是退一邊讓開 那升降機呢 上到十二樓的時候 升降機門打開 很正常 是不是 但是當門完全打開了之際 他想要關門 按一下 沒有反應 過了幾秒之後 按第二下 都沒有反應 然後他開始 背部感受到涼 即是他很寒 已經整件事很害怕 那到第三下 就開始 有少少反應 到門關到一半 又再打開 他有沒有嘗試踢一下電梯 沒有啦 因為我現在家裡 兩部電梯 其中一部電梯的電梯 都經常是這樣 是 會突然關不到的 突然間 但是呢 你按一按它 即是你按一按 按一按 它便會關到 哦 不知道啦 這樣 但他連在前面那一句 他就沒有這個動作 總之第三下的時候 有反應了 到門關到一半 他開了 那一刻 全身的雞皮 就馬上起了 這樣 他就說了一句 哎呀別玩啦 讓我回家啦 這樣 之後呢 到門呢 就 終於都關了 就上去十八樓 嗯嗯嗯 去到這一個位置呢 其實呢 都幾得人害怕 對嗎 即是說真的 你那一刻是怎樣呢 他就說 唯有自己安慰自己 究竟這部電梯 是不是真的上到十八樓呢 對呀 自己安慰自己啦 是不是潮濕啊 機器敏感啊 不要自己嚇自己啦 那就是來自Benny的故事 非常感謝他的 OK 即是沒事了 之後就說了一句 即是 別玩啦 我要回家啦 哎呀別玩啦 讓我回家啦 這樣 哇 即是都夠寒了 即是我在想 如果我發生一件這樣的事的時候 是 到底 我應該怎樣反應呢 是不是 裝沒事 都只可以裝沒事 即是裝沒事 我想我會自言自語 嗯 啊 為什麼會這麼怪呢 不用這麼dramatic的 即是類似跟他說話差不多 即是可能會說 啊 生不了啊 唉 都累了 要回家了 不好意思啊 這樣 我會傾向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即是啦 什麼都好啦 灑一個籃子才 即是會出善意 意辦事嘛 但你會不會選擇走出去呢 即如果他都是長期生不了 我想我會選擇在升降機上的 是 即是我會選擇盡量試一下 能否關到我這門 嗯 第二步才會決定走出去 ok 因為可能看得太多喪屍片 哈哈 覺得走出去有樓梯很難的事情 就這樣危險了 就害怕 是啊 你不覺得樓梯都很陰森嗎 嗯 ok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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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聽他的朋友說 ok 朋友的朋友 對 答上答這樣 那他就說呢 他這個朋友呢 就小時候就是住圍村了 應該是 是圍村大的 是圍村人那些 我想是啦 是圍村人來的 那他就說 他小時候呢 曾經就是 即是 那個村應該是 有個一件事 而他呢 當時小時候呢 就 都未好知道發生什麼事 嗯 但他大過有問回那件事 就是 發現自己的記憶是沒有錯的 當年呢 是真的有件事發生過的 嗯 而他的參與是什麽呢 他就是唯一 那時候呢 他又經常在村裡周圍玩的 跟那些小朋友 嗯 那麼 沒什麽功課壓力了 正常 對 周圍城圍村 大家都認識的 那他這個朋友呢 就說 他那一天又如常啦 又是下午出街 即是出去村裡玩 通常呢 玩到 即是開飯 他才會回家 嗯 那玩到呢 那時候呢 大概是五點多六點 就是他差不多 知道自己 要差不多了 回家了 黃昏 吃飯 對 即是下山 太陽多 那時候 可能是冬天 我猜 那他呢 就跟那些小朋友 還在那裡嘻嘻 嘻嘻 即是一到 大家其實是回家 但仍然是一路遠途 就是在那邊玩 正常 對 然後突然間呢 迎面呢 就有些人在那裡吵 那我們就見到呢 有一些叔叔姐姐 即是一些 村民來的 嗯 他們呢 就夾著一個 大肚的女士 哦 即是趁著 對 那個大肚的女士 好像就 有一點點掙扎 但他們小孩子 不知道做什麼事 對 然後就叫她 養開養開養開 他們就走到兩邊 然後就看著 哇 有一班人 就好像拖著那個大肚婆 就向著祠堂的方向走去 OK 就跟他們走的方向剛剛相反 嗯 他們呢 兩個小孩子呢 就看著 就說 什麼事呢 不知道啊 就回家了 正常的 對 但是呢 那班小孩裡面 其中一個 就是 這個 我朋友的朋友 他的一個伴侶 就說 讓他看看什麼事 就說不回家 明白吧 他們就全部回家了 然後第二天 那個小孩子 就告訴這個朋友 就說 我昨天看到他們去了祠堂 那個大肚的那個姐姐 這樣說 我不知道啊 我看到有人按他的額頭 這樣說 OK 對 而且我看到那個姐姐變聲 這樣說 聽到那個姐姐變聲 然後很害怕 我就回家了 這樣說 就是走了 他只是在裝著 然後他就覺得 這麼恐怖 他也有問回自己的家 那時候 他家人就說 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什麼事啊 不要理那麼多東西啦 小孩子 這樣說 你出去玩也要小心點 這樣說 然後呢 很記得的 他媽媽說完之後 那一晚 晚上回來的時候 就跟他們說 就跟他和他家裡 其餘好像有些姐姐還是哥 就跟他們說 以後 五點前要回家 哦 即是有個新鑑 是 五點前門禁 要回家 不要玩到六點才回家 你們五點好 以後 那我問為什麼啊 然後媽媽說 不要問那麼多 以後五點回家 你老爸說的 這樣說 那他們就唯有遵守 那他說 到後期 就不了了之 不知道遵守了多久 又越玩越晚 對 又沒有了事 他說他長大了 其實有問回媽媽這件事 那媽媽呢 就說 就解釋 原來當年在村裡 是真的有個大老婆 是 被那些村民 就是夾了她去祠堂那裡 然後就找師傅來 幫她做一些儀式 但是源於什麼呢 就說 那次黃昏 那個大老婆 就在某棵樹下 背著一棵樹 那村民走過 認得她背影 就問她 你做什麼事啊 怎知道她一轉頭 發現她的口是有泥 然後就變了聲 在說話 那村民就很害怕 然後就 不知道誰 就說 快點放她去祠堂 就捉了她去祠堂 然後就找了一個師傅來 都是他們的村民 然後她在祠堂上 又按她的額頭 就是隨時幫她驅軌 對 之後她就回復正常 所以那一刻 她媽媽就很害怕 她們不要晚上出去 但當然不知道 是解釋不了什麼事 是嗎 關於行山 啊 是啊 是啊 因為呢 這一個就是來自 網友阿Gud 是 幾年前跟朋友行山 是啊 就是行山行得多 那你自然那個想像 就很相近 那她就說 因為她的朋友 就是走得都幾快的一個人 那她就自己一個人 就是整班朋友一起走 自己一個人 就快點攻頂 那她上到頂的時候 她就看到有兩個女子 她是用女子 那她就說 在山頂的時候 她的朋友還跟她們聊天 那聊聊一下的時候 其中一個女子就說 我要下山了 於是就叫了這位朋友 不如我們一起走 那位朋友就說 哎呀不行啊 我在等其他人走山遊 那兩個女子 就沒有理到那麼多 就向左邊 就是向右邊的路 就下山了 於是等了一會 她的朋友都上到山頂了 亦都在說她 就說 你走得這麼快的 我們休息一會 才下山 那她的朋友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下山 嘗試走右邊 她的朋友就跟她說 她說 右邊下不了山的 是懸崖來的 走多一會 就是懸崖位 那個朋友 最初都不相信 她說不會啊 剛才才有兩個女子 因為她看著那兩個女子 對 走到那邊的 那 應該沒事啊 於是她們 整班人就一起 向右邊 走過去那邊 看一看 誰知道 走了沒有多遠 就看到 真的是懸崖 真的 真的是懸崖 亦都很幸運 他們回想 就說 幸運她的朋友 即是你沒有跟她去 是啊 如果不是 唉 真的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走到懸崖 是的 我們現在都接通了我們的聽眾 他們有說下山之後還有一間廟 是 他們就拜拜 好 我們現在接聽我們的聽眾 喂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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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了 Hello 你好 怎麼稱呼 我姓陳的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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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電視台的鬼故 是啊 嘩 這個題目 永遠一聽就想豎起耳朵 這些 總是會有寒意 其實無論你在舊的廣播那邊 或是搬到新界之後 你現在已經在大眾的感覺上 已經結束了的電視台 也有很多故事 現在我說的就是在新界新的大樓裏 好 你是行內人來的 還是你只是聽別人說的 親身經歷 好 好 交給你師傅 好 其實這個台開的時候 最初也有很多 說服水不好的事情 是啊 因為也有試過有幕後 在廁所去一下的時候 突然間心臟病發 然後就離開了 然後又試過有工作的那些姐姐 拖拖地說是陷害 然後也救不上 然後那些管理層也很緊張 當時也找那些法師來做很多法事 還有派一些禮事的東西給我們 是不干心的 哦 即是旁邊的 是啊 我想說那個就是 有時候我們回到晚上多 是的 我們那個大樓 我們平常叫厚欄 有兩部很大的貨電 因為前身這個大樓都是一個印刷廠來的 是 所以都是有一些很巨型的升降機去運貨 那有一天晚上下班的時候 我們就走了 那就去按那個貨升降機 那搭過貨升降機都知道 那些貨升降機開門很慢 又比較吵的 嗯 那當那升降機來到的時候 我們就進去 那貨升降機的燈光就暗 那我們就按那個關門 因為我們收東西已經差不多到12點 是 那按電梯走 關門關門也關不了 那當時大家都覺得怎樣 有玩什麼 是的 所以雖然說慢 但你一按通常都會關門 是 然後有一個我們的同事就突然衝出來 那他的花名就和一個影星 專門做惡人的影星的花名一樣 那衝出來 那樣子很惡的 很兇實惡實 一走出來 你這麼好等我 那他就衝進升降機 然後我們就說 沒有啊 那升降機按不到 沒有快點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他就看著升降機 玩玩玩 玩什麼玩 下班就玩 嘩 然後升降機就關門了 嘩 即是正經的 他說完就關門了 嘩 真的用霸氣來解決這個問題 是 然後這個 從此我們就知道 嘩 真了 這樣 要和他一起下班 好像那些小朋友一起去廁所一起放學 大哥我們放學 很老實 在這裏六七年 都是試過幾次的 關於這升降機 就是有試過一次 就是關門後 關掉了燈 然後呢 突然那些燈全部關掉 你都明白了那個火燈 幾個空間廣闊 嘩 我覺得這樣比他不關門 因為你關了 多黑了 你暈倒了 是恐怖 那次就只有我一個人 我硬著頭皮開了個電話 開了燈 即後面的閃光燈的位置 你還敢 你還敢照 真的就是燈 是啊 那為什麼要等 在那裡等 不是 按升降機鍵 因為他一刻 關門後 那一刻我還沒按升降機 然後我就按G 那他的升降機就慢慢向下降 但是我那一刻一直到地上 那一刻我都開著電話等 OK 為什麼你不出門了 但是 你反正還沒按了 關了門 那他還沒按升降機 關了門 關了門 他還沒按升降機 那你快點按開門出來吧 我又沒想到開門 因為他真的很想下班 他真的要下去 真的要下班 因為我們那個部門 要通過電話 穿進去 再穿另一道門 再去中間 正常下降機 那大家都習慣了走這裏方便一點 喔 會不會令你每次坐那些貨升降機前 都心慌慌的 都有點陰影 沒有啊 都說了 不過是相對少的 其實你說這麼多年 那時候 都是十單八單 這類的 有些就是傳聞 當然 廣播道那邊其實很多 哇 廣播道那邊 連女廁說有人洗頭 但原來鏡頭看不到 那些都試過 但是你洗頭給聽到 你有沒有試過在廣播道那邊見到 或者經歷過那些什麼奇怪事 廣播道是聽人說的 廣播道是聽人說的 最厲害的是怎樣的 就是剛才類似的 因為早上有些神組節目 那有一些女的主持人回來 去準備化妝 去開店 那他就說他去完開店出來 就見到有個 清潔工人房的人 就污了頭 在洗手盆裡 就開了水流沖著頭 嗯 那他在想 有些可能 就是家裡不太好 對 省錢 對 公司當然搞這些事情 當然不管了 但是 他們那個設計 洗手盆 再過一些轉彎的 L位的牆 就有個大波 那他說他轉身過去 弄自己的樣子 後面什麼都沒有 即是看到實體 對 鏡的倒影就沒事 那一刻他的眼鏡是沒有水聲 其實 沒有水聲 對 那他是看到鏡子裡面 看不到這個人 看不到 原本他看到 就在洗頭 那他再看過去 那這個人 不要看啦 還不走啊 還看著 看著 不是啊 看著 是不是在那裡 是不是在那裡 他在那裡 看到他在那裡 然後再對兩次檢查一檢查 真的啊 不好意思 我看看劇集和電影 通常都會再計劃一次 是啊 但是我覺得也夠恐怖 是啊 當然 這個就是聽回來了 因為我們不能入到類似 藍絲就沒有東西 藍絲就被聽過 通常都是說類似有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陰氣吧 陰氣吧 還有他們說 因為電視台是偏門的東西 很独業 在錄影廠裡面 是啊 九陰涼 而且他們說八卦 他們 那行內 或者做電視 有沒有說那些老前輩 會有些行規給你們呢 就是說 阿Dee 千萬不要做這些事情 去到這個地方 我沒有聽過 我自己就沒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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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很個別的 真的是個別事件 所以基本上都沒有說 有什麼招數去拆 那些什麼 有些呢 就譬如說 就算整個錄影廠 整個錄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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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人聽到都可以 只有他覺得有東西 是嗎 對 又有光靈精開 試過一次就是 有個男的anchor 在錄影廠裡面 然後呢 那一晚是一些夜間新聞 你知道是一個主持的 沒有說旁邊有個女拍檔 大家聊聊這些事情 然後呢 他聽到很清楚 一些吹Saxphone的聲音 入耳 然後他就問 那個控制 panel 咦 你們收不收到這條聲 會不會影響到一會兒 即是他那一刻都是為 上空 即是會不會收到其他聲 沒錯 但他們推到爆 那條飛彈都沒有聲 但在溝通過程中 他一直聽著 Saxphone 是啊 真的 真的很厲害 太恐怖了 希望不會出現在我的廣播生涯裡面 我聽到一些你們聽不到的東西 唉 他還要是用耳朵聽到 對 你想想一下 他一邊是戴著耳機 即是戴著耳機 聽著音樂 跟他的對話 是很清晰 其實他另外有一次說 聽到腳步聲 我們反而覺得 因為這麼晚 可能流上流下 那些東西 但Saxphone 就沒有解釋 他不是軍訊 你說軍訊 我怕是日本人 因為他的聲音 可能是傳統 但你說Saxphone 這麼晚 一定會無緣無故 表現Saxphone 嘩 那個anchor 真的 辛苦他了 還有沒有在這裡做 那個anchor 還在這行 還在這行 祝他好運 好 你也是 出入平安 謝謝你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電視台的鬼故事 也是這麼引人入勝的 唉 我覺得也是 好在好在 可能電台相對比較少 對 還有我剛才說的 都算是 輕便一點 我覺得 所以很真實 但是都很寒 已經很足夠了 我們電話旁邊 有另外一位聽眾 我們有知道 喂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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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稱呼 喂 你叫什麼名字 你怎麼稱呼 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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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 有什麼故事想跟我們分享 這件事就是 剛剛舊曆 六月到七月 十四年前發生的事 噢 有個弟弟 有一晚 就幫人家搬屋 搬完屋之後 每一晚 每一晚 就發夢 看到他爸 他爸就離開了 幾年前 叫他裝香給他 是 那一個朋友 就告訴他 他 說他 給兩件事跟著 他之後 就 整天認住 有些事搞他 那一個朋友 他的朋友 告訴他 就是 說他過不到七月十四 噢 他會去問人 就是因為他整天發夢 看到自己的父親 叫他裝香 他覺得奇怪 對 他覺得奇怪 然後問 問完之後 他就說 所謂師傅 就說過不到七月十四 有機會 叫他自己去廟裡 拜託 不簡單 後來 差不多到七月頭 有一晚 就開始 語無倫次 就跟他媽媽說 說給事情搞 然後他哥哥 就問我 有沒有辦法找到師傅給他 我呢 就展轉找到幾個師傅 給他的 但是呢 每一個師傅 都要是 去了旅行 就說他去休務做 展轉找了很多個師傅給他 都是沒有辦法的 後來就送了他去醫院 醫院 就送了他去青山 就說他知覺失常 但是呢 他正常人 是一個 就沒有 索東西 或者是 即是沒有不良嗜好 那些 那些 但是 很奇怪 就是幾天之間 沒有理由 一個正常人 要瘋了進去青山 然後呢 他就經常跟他哥哥說 身邊有東西 就經常走到那些窗 那些窗邊 推那些窗 後來醫院 再把他綁住在床上 嗯 那就沒得動了 後來 我再幫他展轉找到 我二十幾年前去旅行 遇到東西的師傅 幫我搞定 我就再嘗試幫他找那個師傅 結果被我找到 那師傅呢 就跟他 查到 就是說他 在不知哪一輩子 做了一些壞事 嗯 那別人呢 現在終於找到他了 報復 然後呢 然後呢 師傅說 應該有得搞的 那問那個師傅 立刻跟他那一晚呢 就搞一些事情 就是隔空 那他說 最好就是出院 因為不出院 就沒得搞的 要上一個壇那裏 那那一晚 搞完之後呢 他的人呢 就清醒了 就是他沒有出院的 那一刻是 他就隔空一個壇 幫他搞 但是他已經清醒了 叫做 是啊 叫做清醒了 就是叫他有對答 那差不多 醫生說可以出院了 觀察多兩天就可以出院了 但是 出院前呢 有一個病友 就說 他不認識的 那麼他坐在那裏看電視之間 就去跟他說話 他說呢 你也是活該死的了 你不要想出去 就沒事 我一定找你報仇的 哇 厲害 接著呢 他就跟那個醫生說 醫生說他 接著那個醫生就跟他哥哥說 你那個弟弟的病情呢 嚴重了 哎呀 因為那個病人呢 是從來都不會跟別人說話 只是看著一點而已 所以就覺得是 他弟弟的問題 就是他那個思覺失脊也嚴重了 所以就要加藥 不可以出院了 這樣又出不了院了 是 檢院差不多到7月14日 接近了 然後他弟弟就開始很不妥 有事好像跟著他這樣 又跟他搞他 又說搞到沒得睡 嗯 然後就 都熬過了 然後師傅又跟他做了一些事 都熬過了 7月14日 過了的 差不多到8月才出院 就是最近的事 就是上個月 然後就終於上個禪搞定了 現在沒事了 已經清醒了 真的就是有 開始說兩隻東西跟著他 原本他第一個師傅 他開頭那個師傅 不是我最後找那個師傅 那時候幫人家搬屋 晚上是搬空屋 搬空屋 就是幫那個家人 晚上受到1點搬 是空空宅 搬去另一間空宅 最初就以為在那裡 有些東西跟著他 喔 後來應該就不是 不簡單 你最後找那個師傅 有沒有說 最後得識到 是什麼 仇要報 有沒有說出來 沒有這麼清楚 只是知道 不知道哪一輩子 不知道哪一輩子 他惹落那些 就是做了一些壞事 不知道是什麼 他去完師傅 出院 又去了師傅 做完所有事情之後 他就安然無恙了 真的 沒有了笑 正常的事情 那他有沒有說回 他有沒有說回當時 叫做給東西搞的情況 這個過程 譬如說 我真的會看到兩個人 跟著一個後面 或者坐在某些地方 看著我 還是不是 他聲稱是有 他聲稱說 有人在他附近 在他周圍 在他耳邊說話 但不知道說什麼 是 因為他整個過程 他都有聯絡我 其實我幫他找師傅 找了三四天 找師傅期間 我坐在我工作的位置 有個房間 有一些肛管 我幫他找師傅期間 我的燈就在那裡斬著斬著 然後關掉了 然後我這麼奇怪 然後我馬上離開 然後去那些有太陽的地方 再幫他找師傅 然後我回到那裡 他的燈就沒有再斬過 斬過 但這件事也夠神奇 對 那你也算夠朋友 夠義氣 這件事是我幾十年裡其中一件怪事 其中一件 就是還有很多課 那梁哥你要多點打上來 我之前打過幾次來 是嗎 是 好啊 你之後可不可以再打幾次來 好啊 可以 今天謝謝你 謝謝阿良 拜拜 拜拜 但這個故事呢 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什麼 幾世之前做過的壞事 今世被人捉到 被人找到 你都要玩 那些美劇 那些經常都有句對白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其實是有 consequences 你是會有一個後果 要承擔的 如果演繹在我們剛才 這類型的故事 或者你有這些 你信鬼神的話 就是 報應未必在這一世裡 但是不知道在哪一世裡來 所以 大家做個好人都是那個 是啊 好 繼續我們 是啊 有人準備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 立刻就接這位聽眾進來 是 喂 喂 你好 你好 你叫什麼名字 你好 你好 是 怎麼稱呼 我姓林的 林先生 我來清一色 全藍班 先生 是啊 怎樣啊林先生 你們聽得清楚嗎 因為我聽你好像小聲一點 其實我想分享 是 我爸爸走那段時間的一個奇怪的事 是 那件事是怎樣呢 其實我爸爸 最初因為一些小病 就進了一間公立醫院 嗯 那麼 他進去之後 我和我妹妹和我媽媽 就有去探我爸爸 那是很正常的 那之後呢 有一天就突然間 下午那個時間 探的時間 就發生了一件事 嗯 就是我爸爸對面那裡 有一個差不多八九十歲的 爸爸 嗯 他就沒有人探的 嗯 那麼突然間呢 他的救命鐘呢 就在 床那裡 掉到地下 是 嗯 我妹妹就很心 就走了過去 就幫他拿起了 嗯 那拿回去之後呢 隔了一會 救命鐘又掉到地下 嗯 是 然後我和我妹妹就過去呢 就把救命鐘呢 就把它綁在一個 旁邊 它不是有一個架的 有些欄杆那些嗎 是的 就在那裡 那麼 之後其實我們就走了 即我晚上就回家了 是 那第二天 我爸爸就走了 嗯 那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 正常走到醫院 那樣 那在我爸爸隔壁那個 有另外一個病人 就真的跟他說 其實 你爸爸 昨天在你走了之後 就不想回到床了 蛤 是 你們走 即是你們探完他之後 是的 探完他之後 其實他就坐在 旁邊那裡 啊 就不回到床 是 是的 那些護士是要捉他上床 嗯 先上回去 是的 那之後就 那晚不知什麼事 總之最後就是 純粹心臟衰竭 就走了 是很突然的事情 原本可能是普通病 進去 是的 整件事 結果我和我妹妹都覺得 是不是那一天 其實原本 對面那天 對面那天 是病得 看樣子都很嚴重 是的 是的 但是 我們 最多時候 就可能去 就是 撿起了他 其實都前後做了三次 這個動作 是 即是你覺得你們 可能就不應該 就算他跌了救命鐘 是不是你們不應該走去 撿起呢 是的 即是有件事 這件事就變成 你覺得關聯會是怎樣 即是你撿起救命鐘 即是怎樣會影響到 即是怎樣會影響到 我明白你說什麼 即是好像 你的私兒 會不會原本 其實就是 對面那個 對面那個 八八要走 但變成是你爸爸 但是我想知道 和撿救命鐘的邏輯 你覺得是在哪裏 其實因為我爸爸走 那時候 其實他進去 那時候 入志願是 一個普通小病 好像是腳腫 那樣 就不是說 即是因為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入醫院 是的 而剛好 那一天 是很奇怪 是我和我妹妹都發現 對面那裏 他是那個 那個救命鐘 不知道是跌下去 是我們會看到的 即是你意思 可能 即是你猜的 可能就是 會不會撿救命鐘 所以那個伯伯 就可以叫救命 有什麼事 所以 是的 是不是這樣 是的 有時候變成我們 其實也會有時候想 就是 其實是不是 我們雖多手 原本其實可能要收人 其實是 那晚應該收對面的伯伯 不過我覺得 我不想 我們太多 即不要太多的聯想 我主觀地不想你這樣想 純粹 我也說不出 這件事 但我主觀地不想你這樣想 唯一奇怪的是 為什麼 世伯不肯回到床 這個就真的解釋不到 其實人都是動物的一種 例如動物 你有聽過 有些動物 其實知道牠會走的時候 牠會做一些跟平常不同的動作 例如你家裡養的寵物 貓那些 牠知道自己快要走 牠會躲起來 有些是會 不想見人 對 牠會自己去一個很隱蔽的地方 因為牠知道自己要走了 會不會人 其實某程度 我們叫回光反照 對 可能牠心裡 會不會那一刻 有這樣的感覺 覺得自己會走 所以 可能我再躺下 就已經不能再起床了 所以牠說 我死都不會睡 我怕 我還可以在這裡呼吸的時候 我就讓我再呼吸 可能會不會自己感覺到呢 但我剛才說 我主觀地不想你這樣想 為什麼 我覺得很大原因是 首先我覺得不應該先怪自己 做人子女 你覺得你真是盡了 你疼爸爸那樣東西 我覺得不應該再去質疑自己 其一 其二是什麼呢 我覺得 因為你幫人收拾救命鐘 這個舉動 是做好事 沒錯 是善意 我經常覺得 做一件事 如果出發點是善良的話 就不應該覺得後悔 是的 我覺得就算有那個因果關係 有時候就是 有個人在你面前 他需要幫忙 那你是不是因為覺得 會危害到我家人 所以我就不去幫他 就是有少許道德問題 當然 那樣東西不是一個直接交換 現在不是說 我真的收拾救命鐘 所以我爸死 沒有這樣的證據 所以說得比較容易 而且就算你說另一邊那個世界 真的存在 我當是存在 他都不會說 你的子女 阻礙了我做事 我就拿你家人的名 我就搞你家人 不會的 他都講道義的 我覺得 這是 而且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要去 拿那個人的性命的時候 你有救命鐘也好 你有華佗也好 也好 也阻礙不了 沒有 救不了 對 所以不要怪自己 這個是真的 對 對 只是想分享一件 好像覺得有點奇怪 會的 會的 因為我們對於死亡 認知的領域太少 很多時候就會把我們眼前一些東西 可能抽出一個邏輯出來 連結一起 對 希望可以有一個所謂的結局 我都是不奇怪的 但是多謝林先生你的分享 對 好 繼續做好人 知道嗎 好 謝謝 你爸爸知道的 好 拜拜 真的 天兒我 好像有洋蔥 這樣怪自己也有傻豬 我覺得 真的不用 那一刻真的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去怪責自己 好 還有一個電話 我們先接一下 你好 你好 我姓胡 胡先生 我們今天是 全藍班 全藍班 純藍班 保祝波姓 不在 港龜古 今天我跟你們分享的是一次也是行山 我行這個陽明山莊 台灣 我一個人行 哦 我差不多每天都去行 是 那 我去到一個位置 很奇怪地 見到一個女士 站在水塘邊那裏 嗯 他看著水塘邊 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我只是看到他的背 嗯 那 他 頭髮很長 頭髮差不多 倒進去屁股那裏 哇 哦 但很奇怪地 他穿件衣服呢 是一些很舊的 醜仔衣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什麼 仔衣 醜仔 它就會變成深啡色 OK 但是我看到已經是 都幾深啡色的 就是都幾舊下的 是 那我在想 咦 這個時候沒有人穿過那些衣服的 為什麼他會穿這些衣服呢 嗯 那 那時候有點害怕的 那你知道 平時我們 唱歌的人 那 一害怕就當然是唱歌 在行山上唱歌 如果一個普通人 你才唱歌 歌是什麼 就是你有練歌 那些人來的 是啊 總之我 我撐一下歌出來 如果他是 真是一個普通人的話 他不經意會看一看你 回頭看一看 誰唱歌 這個方法很特別 但是很奇怪地 他是完全沒有看我的 因為他只是看著水塘 那 我在想 不對勁了 我想還是要急急腳走 那 我走遠了 去了其他地方 那 我在想 啊 我 待會好不要 轉頭回去 看一看他還在那裡呢 嗯 那 我就打電話給兒子 說這件事 給他聽 他說 傻的老爸 當然走吧 還回去看 這樣 那 終於我就沒有再回去 看一下 那個人還在那裡 這樣 嗯 結果故事就說完了 即是你施疑他是 不屬於這個 這個空間 那時候是日光日白的 OK 就不是黑蒙蒙 或者是暗 都不是的 那就唯一一次 是吧 但你附近有沒有人呢 即是除了你們兩個之外 沒有啊 完全沒有一個人都沒有 你隔壁那個人是看不見到的 什麼啊 你是不是在隔壁 他只有一個人 他只有一個人 你兒子不是在隔壁的 我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 對 那就是這樣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其實也很害怕 因為你總是經常走的 其實我收到你們是很小聲的 所以你應該要大聲一點 不是 就是 阿胡先生 阿胡先生說 阿胡先生說 他是經常走的 對於那個地方 你很熟悉的 即是你怕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遇到 很熟悉的 那裡是 每天都走的 好過我們剛才說的其中一個 就是有一個聽眾的經歷 他打了一篇文章給我們 就是 又是關閑山 好過就是那個人 叫你和他一起走 是啊 索命 你說唱歌 他大概有沒有反應 反應 如果他有反應就是說 跟我一起走 你也很害怕 可能 是啊 還害怕 如果他說一起走 這樣他還害怕 好 多謝胡先生 多謝你 好 拜拜 今天真是Man Cup 是 真是Man Cup 因為在 你好像連傳給我們 那些都是Man Cup 有一個叫Keef 是 他又是講閑山 是嗎 是 他是一個紀律部隊的成員 是 就是從事紀律部隊的工作 是 他說過往曾經需要在山上巡邏 哦 經常都會走一些正常行山人士不會走的路段 嗯 正常啦 因為他們要工作 就是要巡邏 是啊 他記得有一次在港島南區山上巡邏 他說那個路段是很特別的 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會看到有溪潛在路上 哦 那當天天色都很灰暗 他們就一行六個人 就沿著小徑下山了 那由於巡邏的地方 有一些特別的東西需要停下來處理 那有一個同事他就在原位處理 他就繼續向前走 看看那個路段究竟是否正常可以繼續通過 那麼他的同事就處理著發生的一些特別事 是啊 那當時他就走幾步 應該就是 就開始看到 前面呢 那路有一棵樹的分支攔住了一條路 那麼他目測呢 大概都有成五米成五米的 哇 那是大了 大樹 就好像不知道是哪裡掉了下來 那麼就攔住了一條路 那他心想呢 要繞過他才可以通過 嗯 合理 那奇怪的事就在這一刻發生了 就是當時呢 他說山上是一點風都沒有的 是 但是這棵樹的分支呢 突然之間 好像一道門一樣 慢慢打開 哇 定了在那裡不動 那他說好像知道呢 他們要過幫他們開路 哇 那他說如果是正常有風吹開了呢 那不會一開就不動 是 就是你會有一些 就是擺一下 對 搖曳 就是擺動 或者那個節奏是不同的 但是他就說那一刻他就看到 樹的分支 好像自己摩術一樣 自己劏開了一道門 嗯 那就不是有風吹過 那直至呢 他說他們都照走 那他們經過了之後呢 他就說他偷偷地向後望 嗯 他說見到山花埋 嗯 就是他不是一個人走過去的 他們一行 一班人一起走過去 六個人 對 之後他就看回頭 對 就是他們做完事就過了 那已經開了一條路 我們就過了 過了之後他翻轉頭看 然後就發現 山花埋 山花埋 芝麻開門 哇 這些都 芝麻開樹 這些都很害怕 就是對於行山遊來說 這些是 絕對是驚嚇的故事 但如果這樣就證明他們都是善良的 是 你在做事 就是啊 我就幫你了 但我不知道 因為他可能不方便 他沒有詳細說 就是他的夥計究竟是處理什麼事 就是會不會那件事可能 就是如果這樣推薦 會不會是可能 跟一些可能生命是有關的呢 所以會有一些在現場有這樣的情況呢 那就不清楚了 總之就是這位紀律部隊成員的親身經歷 是 那最後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也是新鮮滾熱 是老聽眾 就是以前有沒有搞錯的聽眾 大白沙就說分享給我聽 幸會 是 大白沙非常之好 他就說有一次就是 在某巴士公司去工作的時間 那他就說 發生了一些都幾奇怪的事 那他就說 原來某一些的巴士公司 在發生了一些嚴重意外之後 其實呢 就會把那個巴士 就是會整好 整好它 然後再出一個新的牌 就會取代舊那個號碼 例如可能AB 1 2 3 4 5 那他就出了事了 那他就會再換了一個牌 那可能 例如換了一個新的牌 就再開 這樣 是 那之後呢 他就說有一次試過 他就跟一個雙熟的師傅 那就是 就是 拿著那架巴士 就翻廠 這樣 那在那邊開的時間 其實他們已經知道 當時呢 就是 這個 巴士他在開的那架 是在某一個時間 發生過意外的 那就是 剷了上行人路那裏 那裏 就撞死過人的 這樣 他就知道就是那一架巴士 這樣 那師傅呢 就準備下班了 那正常呢 就會關掉所有的那些 車上面的燈 然後就開回廠這樣 那回程的時間呢 那都有一段路 那他呢 就跟這位師傅呢 都有講有笑 就是聊聊天 那樣 就是緩和一下氣氛 那樣 突然之間呢 他就聽到巴士上層呢 有一些腳步聲 就是 明明沒有人的嘛 為什麼會 有人在上面 走的呢 那這樣 那還要呢 是 聽到的聲音呢 是由車尾 走到上去車頭 就是準備下車 那樣 那於是呢 那師傅呢 就是以為呢 巴士上面有乘客 還沒下降 那便停在一旁 那便想上去檢查一下 那當上去的時候呢 又沒有人 那都心之不妙了 就是都知道有些事情了 那但是沒有辦法 都要繼續呢 就是拿著巴士 就回去廠那裡 那繼續開 那些車呢 那些車的聲音呢 突然之間呢 又再出現了 這次呢 就是由下層的樓梯 那便慢慢走下去 去停車的那個位置 就是樓梯的那個位置 慢慢走去那個 就是下車的那個位置 那便突然之間呢 聽到 叮的聲音 有搭過巴士的便知道 有人按鐘下車 但是呢 那鐘是沒有著 純粹聽到 叮的聲音 那她和師傅呢 都不夠膽 看進去的車廂裡面 一直很快地 開回廠 便算了 沒有停過車了嗎 沒有啊 那便怎樣 可以怎樣 今天我們開鬼鼓的元素 主要是男人 因為男人打來了 是啊 還有就是 行山 巴士 是 是我們今天主要的元素 男人巴士行山 但是我覺得 都足夠心寒的 是